好 过了两三分钟以后 我来跟它翻面 已经有香味了 变红色 有盐烤的香味 很像钓鱼想吃的泰国鱼 先弄一下香 两边橘色的就可以了 所以不能走太久 但是也不能不够熟 不够熟会 不够熟会黏住 等下检查看一看 是不是可以切了 应该还可以切 也差不多了 再切一下 好 准备起锅咯 哇 好香喔 像小火 因为我还要等待下一批 金红色 橘色 应该可以了 但是这次有没有比较酸久一点 怕削壳不好剥 很香喔 很香喔 好 第二批 我怕烤焦会只要是要加少许的油 我应该不用太多 应该不用太多 不行的 先用小火 摆上才不会配油 还是用刚刚剩下的油 因为没有烟灯 就直接 下去煎烤 用辣子比较方便 用辣子夹比较方便 一盒大概要分两次 分两次煎 然后开中火 这个第二批上面也是给它 加个圆好的 好 吃了后两三公斤了 好 吃了后两三公斤了 我要把它翻面 换的方向睡一觉 好 再盖起来 大概再过两三分钟 好 我先把火关掉 我准备要盛盘了 放烤焦会久 看肉会硬久 差不多 好了 美味的烤煎盘 虾子做好了 好 来